看一下 其實左邊 東邊跟西邊都可以 那你們看到房子快要蓋好的樣子 櫻架搭完 有沒有 那現在剩這一道牆 這道牆長什麼樣我們看一下 先看3D的圖面 這道牆其實就是這樣 這邊是實體牆 實際上不會這樣啦 如果這邊還有進階線還有一公尺以上還會開窗 只是說這是考試的 開窗是考試的序 希望這邊沒有開窗沒有開窗在考你會不會畫而已 那你看轉折過來是這樣 那這一道都是RC握 所以我們先畫外牆的RC握為主 那這邊有個窗 那這個窗的話 這個看起來好像是貼在柱邊 我從PDF檔看貼在柱邊過來一點點 是不是柱邊過來一點也沒有關係 他沒有詳細告訴我們 那我假設到柱邊好不好 可以吧 好就柱邊這麼50公分過來也可以 那這個W4可以朝得到 這段距離沒有 D6可以朝得到 這段距離沒有 這段距離我跟各位建議 至少是10公分以上 因為門後面有一個把手 有一個門把 有時候會有喇叭鎖 你如果太靠近牆邊這個門 不小心這樣靠上去 老八手鎖上來一關 你就被鎖在外面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來講 它是留一段距離 讓這個門好去開關 可以開到90度完整 這也是一個理由 好 那我們看到這邊之後 來這一段都是10牆 好 那我們看到它這邊有個柱心尺寸 剛剛這條柱心找 強心找到了 那這邊在436.5 在110 190 那我先找看436.5到哪裡 好 那一樣 那就從這邊 這個強心知道了 Offset 436.5 好 我從這邊往下 好 那這些距離 我不希望超過那邊太多 好像是 一樣 左邊也是436.5 那就OK 那就這條線這樣OK 刪掉了 Offset 436.5 OK 有時候線段太長 我不希望兩邊 那個 好 436.5我找出來了 再來我們看到 它這300 它這邊有個110 190 那我就先畫吧 Offset 110 這 有時候我會弄錯 它就自己下去了 知道嗎 我想我剛剛那個柱的尺寸 大概就是這樣 好 190來到這個柱邊 我們看那個圖形 你會發覺到這個柱邊的話 是這個牆心 那我們已經有習慣了 剛剛看到這牆是15公分厚 那這個牆心應該離這個柱邊 是7.5公分才對 檢查一下看對不對 太好了 正確 好 那這些強心線都對喔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這一邊 這幾條線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到它 所以我有時候會比較想說 這邊不要讓它過來 這兩條線不要讓它過來 因為這兩條線過來的話 這條線不要讓它過來 這條線我就把它剪掉 那這一條線也不讓它過來 我看看這條線 這個強心可以 這條強心可以用 所以我就不刪它了 這條線過來等一下怕會混淆 好 那這個強心我們看到這邊 現在這邊的距離 X的距離我要找到 那我看到平面圖裡面 你看到這邊 這邊是111 那111是從外皮到這個心線 111 好 那這樣的話我就從外面畫一條線 抓這條線就可以了 好 好 那我從這邊畫一條線 好 好 那 我就 好 300 我把圖層改一下 好 把它改到 好 好 然後offset 111 好 這個強心我弄錯了 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那個強心 塗層 塗層弄錯了 好 那這樣你會發覺到 喔這兩條線很近喔 齁 那有時候你會很很 擔心自己有沒有畫錯 再檢查一次齁 111 所以不是外面這一條 蠻詭異的齁 這兩條強心線既然差了一點點 好 算了 好 這施工很容易弄錯 好 那沒關係啦 我們就照他的圖來施工啦 好不好 好 來 那這邊的話來 111在這邊喔 好 裡面這一條 右邊這一條 好 知道之後來 我們開始要怎麼畫這個線齁 好 第一個 我這個牆 對不起 111要從這邊過來 我怎麼是在外面而已 弄錯了 對不起 這個弄錯了 這個是弄錯了 那這條線也弄錯了 這條線應該是貼在柱外面 好 好 這條線的話來 我就是直接搬好了 好 Move 那你用小老鼠往右邊 X111 豆點Y等於0 就是完整的搬過來 好 那這樣就OK了 好 那這個強心線我就找到了喔 好 好 好 那這一段 如果你需要他給你一個邊界 直接 複製一條線在柱邊 等一下你要轉折比較好轉折 知道吧 我們等一下有強到這邊嗎 好 那我先從這邊畫上去 來 一開始的話 來 ML 15 好 然後對正的方式 至中 好 開始 我到這裡 可以 然後再來是 W4是多少 W4我們看到它是105的寬度 所以再一樣從這裡 105 105 Enter 好 那這一段多少不知道了 這一段多少真的就不知道了 然後我們看看 這邊還有剩多少 好 好 那這個門是D6 D6 D6我看一下D6是90公分 那又到我們前面那個技巧了 來我們就畫一個90公分吧 反正用計算的不太容易懂 我們就用圖解法吧 好不好 90 這是門的寬度 還剩多少 那這一個多少 前面還有一個10公分 10公分的話 好 10公分到哪裡 那 這邊不好接對不對 我發覺這邊全部都是10牆 我從這邊接過來 到這裡 到這裡 然後這邊彎過來不是10公分嗎 好也沒有接過來 再一次 好我為了怕連不過來 我就技巧性的從這邊過來 強心過來到邊邊 來我圖讓各位看 這個強心過來 這是10公分 這是7公分 我就offset一條17.5公分到這個邊界線上 好 這樣我拉比較快 所以呢 我offset 17.5公分 好到這邊 然後 來 這個邊界有了喔 我直接再抓一次 好 這樣就比較快一點啦 好 不然在這邊拉過來 到底連過來沒有不知道 好不好 好 那再來的話 你看這邊看起來就 這個門是 這個門 用斑的 用斑的 剛剛已經畫好了 那這個是門嘛 對不對 好 那這一段就是牆了 知道嗎 這兩個都是門窗嘛 一個門一個窗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DW 那這一段呢 好 自由發揮 好 那西側的牆我就畫完了 簡不簡單 好吧 那先這樣 那各位再給各位畫個5分鐘 好不好 好 OK 好